大家早安 這些選中現場 我們繼續帶你來看到 這是最近消息 這是俄羅斯總統普丁 在這個聖彼得堡 接見了來訪的大陸外長王毅 王毅也在兩個人會談之後 就宣布了他已經接受 中國大陸政府的邀請 下個月就是十月的時候 要訪問北京 並且出席一帶一路峰會 剛才的議員 好 這裡是普丁自從今年三月份 被國際刑事法院發佈逮捕令以來 首度出國訪問 根據外國媒體的報導 普丁在會談當中跟王毅表示 俄中兩國正在整合想法 要打造一個廣大的歐亞空間 而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也是計畫當中的一部分 王毅則向普丁表示 北京方面已經準備好 繼續跟俄羅斯的商業合作 好 當然在俄羅斯戰爭之後 俄羅斯是受到西方國家的孤立 跟中國大陸是越靠越近 現在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首度列席聯合國安理事會 他並且發表演說 而且在關於俄羅斯跟烏克蘭戰爭的 特別會議當中 這也是俄羅斯戰爭以來 俄羅斯兩國在外交戰當中 最直接接觸的一次 因為同時間俄羅斯的代表也列席 俄羅斯與會代表是強烈反對 澤倫斯基的發言 但是安理會的輪值主席國 好 現在這個代表 卻對俄羅斯的代表說 如果你們俄羅斯停止戰爭的話 那澤倫斯基就無話可說啦 好 這個發言可以說是非常的犀利 也擋回了俄羅斯代表的抗議 而是說 要說 而是說 要說 這位有多次的 這位是說 這位是說 總共和議員會說 前的議員會說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們認同 你認同 你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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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 和 總共和議員會不會 好 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這位就是澤文斯基 他是身穿他的招牌 綠色軍服出席 最後還是順利在安理會上的發言 但是與會的俄羅斯 駐聯合國大使聶班基亞 當場看起來是相當的不悅 而且還完全沒在聽 一直不斷的滑手機來打發時間 甚至也是五行中表達他的抗議 澤文斯基跟安理會要求 要剝奪俄羅斯聯合國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的身份 取消該國的否決權 作為攻擊烏克蘭的懲罰 好 但是對於先前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訪問俄羅斯 跟普丁來會面 恐怕也有可能 現在外界擔憂的是 俄羅斯可能會獲得更多的武器 會對整個俄烏戰爭的情勢 造成一些關鍵的影響 也是備受國際間的關注的 南韓總統尹錫悅 同樣也是出席了聯合國大會的演說 他也表示如果俄羅斯幫助北韓 強化武器的設計 甚至說這個兩國之間有交換武器 或者是說有交易的話 那換取北韓對於俄烏戰爭的支援 那就是直接挑釁 他說南韓跟盟友是不會袖手旁觀的 尹錫悅他也批評北韓的核武計畫 跟飛彈計畫 不但是對南韓構成生存的威脅 也對整個印太地區還有全球 帶來嚴重的挑戰威脅 而南韓跟美國都是表達憂心的 俄羅斯可能試圖從北韓這邊 會獲取彈藥來補充 這個俄烏戰爭當中減少的武器庫存 北韓則是想要獲得的是 核武跟飛彈技術的更進一步的研發 來求取俄羅斯的技術協助 這部分當然就是南韓最擔憂的部分 好另外來看到在科技戰的部分 最近發射話題就是華為了 華為的副董作 同樣也是財務長孟晚舟在昨天就宣布了 要正式啟動全面智慧化的戰略 雄心萬丈要為世界建構第二個選擇 好現在這個華為的總部也曝光了 它是位在廣東的東莞 歐風設計到處都是高科技 進去很多人都像說是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一樣 大陸華為手機接連問世 不少人好奇華為總部的樣子 華為小鎮位於大陸廣東東莞的松山湖 整個園區以歐式風格設計而成 走進園區彷彿置身歐洲 這些建築外邊看似城堡 裡面實際功能是研發辦公食堂等場所 華為對研發人員的訴求可以說是 做到了欲求 建築外觀以歐式紅磚色打造而成 耗資高達100億人民幣 相當於400億台幣 整個園區面積127公頃 小鎮內的高科技更是引發話題 由於華為園區太大 園區內竟然有一輛以紅色和金色搭配的 歐式電車 它採用華為研發的快速充電技術 經過8到15秒的充電後 電車就可以續航1500公尺 不僅如此 華為對員工真的非常貼心 採用無線自動打卡 也就是說車輛抵達辦公區 經過固定閘門時 就會自動打卡成功 另外除了辦公 幾乎11住行都可以在園區內解決 竟然有超過10間餐廳公餐 甚至還可以通過無線螢幕 隨時監測廚房內的衛生環境 以及出餐進度 不過令人意外的是 要維護這麼龐大的設備 只需要兩位營運人員就可以完成 背後依靠的正是華為智能營運系統 其實現在國際上很多的大企業 都為員工打造非常好的環境 吸引員工更專注投入事業 像是美國的谷歌 除了基本款還有足以容納 所有人開會的開放式空間 另外還有臉書總部 為了鼓勵員工多運動 每年甚至補助台幣大約2萬多元 給員工自行請教練等 目的都是為了讓員工 有更高的工作效率 記者綜合報導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劇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義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